要说中国历史上最变态的皇帝是谁 就必须要来聊一聊大唐的掘墓人 荒饮无耻的后梁开国皇帝朱温 世人在提起好色皇帝之时 不禁会想到专门霸占人气的草草和剑豹房 宠幸下属妻女的明武宗 但是事实上 却有一个皇帝玩得比他们还要话 他就是后梁的开国皇帝朱温 和历史上大多数帝王一样 朱温也是一个带着主角光环出生的人 据说他出生之时 他家的房内突然冒起了一束红光 周边的邻居看到了这一幕 还以为是房子着火了 纷纷提着筒跑到了他家门前救火 可是到了朱家门口 他们却看到了抱着孩子 哈哈大小的朱父 进阶场 村子里面便传出了朱温是圣子的言论 在成长的过程中 朱温也确实表现出了他异于常人的一面 从小就特别喜欢舞刀弄枪 因他情商极高且胸中又红湖之质 所以他结交了许多豪杰人士 公元877年 山东地区连年饥荒 皇朝接干而起 把矛头指向了唐朝 早就想闯出一番事业的朱温 也顺势加入了皇朝的起义军 朱温的武功高强且办事利索 进入起义军没多久 他就得到了皇朝的赏识 可是就在皇朝的起义军 形式一片大好之势 朱温却干出了一件令人 怎么也没想到的事 他居然带着一众亲信投降 唐锡宗得知此时候大喜国王 连忙把朱温引进了朝中 给了他许多的美女和封闭 在朱温的帮助下 唐朝军队很快就平息了皇朝之乱 而立了大功的朱温手中的权力 也愈发的大了起来 慢慢的 他也不满足于所谓的美酒高官 他心想 既然皇朝能够称王称霸 自己比皇朝还厉害 为什么不搞个皇帝做作呢 下定决心之后 他走上了骑兵谋反之路 后梁的开国皇帝朱温 可以说是把不仁不义 不忠演绎到了极致 他自乱时出发多次背叛主子 以其下作的手段 推翻了大唐王朝 带给了人民极大的灾难 随着朱温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 他的野心也愈发的大了起来 天又圆年 朱温把唐朝宗接到了洛阳 并且囚禁了朝宗身边的亲信 朝宗刚刚到洛阳 朱温便直接亮起了自己的屠刀 趁着月黑风高之际 以入宫奏势为名 帅兵侵入了内宫 杀死了唐朝宗和他的河东夫人 蒋玄辉当时还想杀死皇后 幸亏在众人的支持下 他放了皇后一马 唐朝宗去世之后 朱温立即将唐埃帝推上了皇位 并把大唐王朝的权力 牢牢把握在了自己手中 虽说唐埃帝仍然在位 但是唐朝已经失去了统治基础 实际上已经等同于亡国 朱温也就此得了个 大唐掘墓人的名号 在天佑四年 朱温编了个善让的谎言 从唐埃帝手中接过了皇位 并且改国号为大娘 成为了真正的帝王 在登记为帝之前 朱温曾娶过一个名叫张慧的女子 这位女子出身高贵 且颇名实力 每当朱温遇事不绝之时 她便会寻求妻子张慧的意见 张慧在世之时 朱温还不敢放肆 妻子去世之后 朱温便开始了自己的荒淫之路 朱温究竟有多么的荒淫浩泽呢 她不仅罔顾人伦 直接跑到大臣家中 强占大臣的妻子女儿 而且就连臣子家中的婢女 都不放过 为了满足自己的隐喻 她甚至还把目光 放在了几个儿媳妇身上 只要是儿子出门作战 她便会把儿媳接到身边 好好照顾一般 史书记载 前化二年 朱温班师回洛阳之时 去到了大臣张权一家避暑 在张权一家里住的这十几天 朱温把荒淫这两个字 是发挥到了极致 她不仅把张家的妻妻 全部交到房中士气 而且她连张权一 已经半老徐娘的忌器 也没放过 张权一的儿子愤怒不已 拿着刀想跟朱温拼命 可是她却被一心指向 这升官发财的张权一 给拦了下来 朱温的膝下有好几个 皇子和阳子 随着她的年龄越来越大 她膝下的儿子便开始争夺起了储君之位 儿子们都知道 朱温是一个荒淫好色之人 所以为了争夺皇位 他们无所不用及其 居然把府中的妻子 送到了公公身边 让妻子卖弄姿色与朱温通奸 朱温不仅来者不拒 而且还在儿子外处领兵作战之时 主动把儿媳妇叫到宫中 轮流士气 朱温有个名叫朱友文的养子 朱友文的妻子 王氏姿色过人 尤其懂得如何讨朱温的欢心 在他的劝说下 朱温答应 待自己去世之后 把皇位传给朱友文 朱温的这一行为 直接引起了他的亲生儿子 朱友规的高度无漫 为了夺取天下 朱友规选了一个夜黑风高之夜 发动了政变 假穿圣旨入宫 一刀刺死了亲生父亲 在杀死朱温之前 朱友规还痛慢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他说朱温是个乱伦的老畜生 早就该被随时万断 做完这一切之后 朱友规又杀死了朱友文及他的妻子 朱温录的个这样的结局 也算是罪有应得呀